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方面 我们某程度 因为我们的底心 所以 有很多资讯 仍然是很发达的 一方面 就觉得很陌生 很难去形容 所以我认为外国的朋友 都真的不要那么多 那么欲紧 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常常把东西放得很大 觉得好像住不了人 我们就一样这么happy 一样晚上 看这个礼物袍 如果你们怎么输给亚特兰大 我见到昨天 我们的网友 李迷 又一看又调什么假波 老实说 利物浦 我没有看这场波 我看片段 你说打多十次 十次都赢你亚特兰大 始终去到八强 就不是那么远 现在利物浦 其实他的水准 就应该是欧冠的 增冠 队伍的 级别 不是普通欧冠杯 是 是欧冠杯的 增逐冠军队伍 那些 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 老实说 如果赛前 利物浦 让三球 让三球 都可能有人 会拼一拼 如果赔率好 就买利物浦赢了 为什么呢 他上一回合那对 不知道什么东西 说有5比1 有6比1 这样两个回合 是吧 结果输了3比0 那我看到有利物浦赢的 罗友记 有利物浦赢的罗友记 丢尼罗姆 摆明就是不要什么 意思就是他专专 不要专心联赛 连克特典 我其实就很不喜欢这些态度 特别是你自己对球 如果是这样 譬如我这样 如果阿仙套下场 输球也好 和球射身 出局也好 怎样都好 我是宁愿我对球拼盡 不够经验也好 不够技术也好 输 我真的很难接受 说什么特意放弃 放水 所以到现在 到现在 其实我是想不到 我很多老朋友是这样想的 我是想不到有人认为 1998年的世界杯法国 是 做马赢巴西的 我真的不明白那些人的老是想什么 老实说 老实说 你在那时候 我说过一百次了 你觉得是做马的场球 那巴西那场是踢什么呢 而之后这对法国是证实了 欧洲国家杯又赢了 甚至乎 不要说2002年 用了那些人马 即是加了 已经退一役的斯坦 2006年都杀到入决赛 他本身那个年代 那对法国 现在你看回 出来 你现在一直在背后 哇 迪西利呀 韦拉呀 哇 杜林呀 喂 杜林呀 你现在很冷静呀 那时候你不觉得 那时候也是很冷静的嘛 就是这样的嘛 足球一定有做马 但是不是全部 输球就代表做马 如果这样就真是 像阿姆哥那样 那你不用看的了 他又这样想看球 但他又看 即是长场球都是假的 是吧 但是你们麦普输给 亚特兰大 真是很难说 不过 即是现在 因为落后了三球呢 你呢 就真是压力大的 即是那个信心 可能有影响 如果不是的 你问我 去作客意大利 对亚特兰大 赢回 四五球不期的 因为技术就是差那么远 其实就是差那么远 组度啊各样的东西 好了 现在这一节的新闻呢 我会照说的 但是这一节的新闻呢 其实我一度看的时候 是很长的 我走在看 现在的司法制度 我不是说它好不好 那个检控 或者那个媒体 的报道 只能够说跟以前很不同 为什么呢 这一宗是涉及一个 自闭的年轻人 OK 就被控 侮辱 国歌 OK 稍后再说 这个细节 如果 我是 警方 当我看到他 这个情形 一个很brief的号工 我会怎样做呢 或者我想一下 如果以前的香港 我不是说 谁是对不对 他们会怎样做呢 可能就 通知家人 喂 你个儿子 这样 如果他真是有这样的情况 你真是看着他 如果不是我们很难做 你知道现在国歌法又立了 对不对 如果不是他下次 真是没人情讲的 是不是很合理 因为这个情形 他又或者 喂 但是为什么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 喂 可能说的 为什么呢 这件案是出现过呢 警察 截了这个少年 接着放他走 然后过了 一会儿 召唤他 喂 你还是来 你去警署吧 为什么呢 当然是警察 回去 或者 稍后去问老闆 喂 有这样的事 老闆 我说 不要了 不要去做判断 算了 叫他来吧 过去先 就把那个球 摆到律政司 律政司 叫这样啊 不要了 把那个球摆到法庭 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 比如我们说 国安法第23条的时候 他现在 那个关什么鬼 你知过海关那个 就是说 龙虾都是可能 有人会 会 违反 何培山 什么山 何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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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对抗的道理一样 你永远说不出个所以言理 好了 然后说 可以用来作辨解 你给我们的感觉作辨解 那我是不是用警察作辨解 是的 但是警察说 喂 我不知道那么多 你有什么 跟我官说 我看起来就看得多了 那你就已经是很烦扰了 在那段时间 对不对 好了 接着呢 我就看 这件事 我当然都在媒体报导 看到了 但是呢 我又见不到有什么 社论 或评论 在过去 我不是只是针对这件事 会去说 喂 其实是不是 如果以前来说呢 喂 我觉得这些是比较浪费社会资源 是不是 我是媒体的话 我就会说 喂 律政司在检控每一宗案子的时候 Case by case 在警察执法的时候 喂 现在 你这样 真的浪费社会资源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你们看一下这宗案 我brief 因为现在这么七分钟 有个21岁青年 在去年6月去红磡 举办的世界女排联赛 在奏国歌的期间 他倒树母子 吓 掩耳和唱 都要吓个屁股声 这样 OK 好了 他否认一项 侮辱国歌罪 比较是陈柏 如蕊 21岁 案发的时候 现在22岁 没做事 否认这个控罪 他 选择作供 他说六岁开始 他就患上自闭症 和过度活跃症 需要看精神科医生 每天要吃药 2017年去到英国 读的基础课程 我想是那些 进入大学那些 2020年因为疫情 回到香港 2021年至2022年两年 在香港 读音乐和媒体盟 他是有足够的能力 去取这些 Course 是OK的 鋼琴 就八级 准备考演奏级 平时的兴趣 上网 游巴士渴 玩圆神公仔 看大型体育赛事 好像世界场地錦标赛 世界场地单车赛 世界旅排联赛 世界杯外围赛 他都有去看的 好 真是一个 清明人都很正常 按法当晚 他拿着手挖的 保加利亚国旗 手挖的中国国旗 和日本国旗 去到现场 去到鸿馆之后 他想拿起中国国旗 他这样说 但是发觉不见了 他说可能是吃饭的时候 跌了 找不回 他说 为什么要带中国国旗呢 因为他说我身为一个中国人 当然要支持中国队 至于带保加利亚旗呢 他就说 怕保加利亚一个球迷都没有 就顺便支持 我对对都支持 好了 他说 留意到当日赛事里面 有很多人穿着迪士尼的衣服 和迪士尼的袋入场 他说 因为我不喜欢迪士尼 我怕周围有迪士尼包住 很骚扰到我 也要提到我 为什么会不喜欢迪士尼呢 原来他由2022年 案发2023年 他由2022年的11月开始 不喜欢迪士尼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 他就说 迪士尼如果没有美国资助 就运作不了 而美国经常都说制裁香港的官员 很反感 帕瑞说 他去年11月的时候准备迪士尼来玩 看见一个女孩 抱着一个 红暴青春记 Turning Rack 我不知道是什么来说 我没有留意到新的那些 他说他很喜欢红暴青春记 但是不喜欢 但是不想见到 喜欢这个卡通人物 即见到一个女孩抱着红暴青春记 那个公仔在哭 他就不喜欢 不想见到有喜欢这个公仔的人 哭 他因此 就争了迪士尼 你想想他几条人 我不要用红暴青春 我很喜欢米奇老鼠 但是 我不想见到有人 抱着米奇老鼠来哭 但是被我见到 所以我就争了迪士尼 即是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以方的逻辑 OK 其实是的 好了 所以他当日就取消了行程 自此之后 他在街上见到迪士尼的东西 他就会发出怪声 说走开 因为很认真迪士尼 怪声怎么怪发 不知道他 当晚他入场 发现四面坐歌 因为为什么呢 前面 坐在前面那个人 拿了个反斗车王的袋 坐在后面那些人 穿着Toy Story的衣服 那么都留意到 左边有小孩 穿着迪士尼公主 可能是白雪公主的衣服 右边也有inside out袋 而这些人竟然是支持中国队 他就觉得 既然这帮人 迪士尼人这么支持中国队 我就要跟他们相反 而且 既然他们这么支持中国队 为什么要穿着美帝的衣服 这些是人渣 为什么送了亲人去美国 所以我要跟他作对 这个是他的乐器 其后 当大会播出 保加利亚国歌的时候 他又缩纳 还唱了这首 叫做 我试试读吧 米拉和典奥 我的家园 即是保加利亚画 我怎么会唱 米拉 不知道怎样 但是他会唱 保加利亚国歌 真的很难看 是的 保加利亚的国旗我学会 因为我们小时候玩 WingWingEleven 就是学会了这些东西的 他说到了中国国歌的时候 他就 坐下 他说 为什么他要倒树母子 在那里唱这个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他说 我倒树母子的对象 不是那个国歌 看迪士尼人 又不是那些迪士尼人 起身唱中话 又问过我国歌的国歌 我觉得他们很虚伪 他意思是这样 他们表你喜欢抵国主义 现在又说 外国是不应该的 又制裁我们这些人 美国 他是个逻辑 所以我就倒树母子 好了 我要跟他们相反 他又说 他为什么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他说因为歌词 里面有一句 It's the music of the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即是奴隶 again 不想再做奴隶 他说这个歌词 其实跟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 二勇军进行曲里面 有二曲 哦好厉害 对了 跟公子妙子说 不想做奴隶的人们起来 他说 他知道 前者是革命歌 后者是抗日歌 他说因为那些迪士尼人在那里欢呼 你们在那里唱 中华民共和国的国歌嘛 我要和你们对立 我就哭咯 还有 我就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这样说 他说 他没有意图损害国歌 很尊重国歌的 好了 柏佑他说 当日附近 接着就播了一些片子出来 就说找不到人 就是现场 是穿什么呀 穿迪士尼的衣服 柏佑他就说 当日 是一套卡通片 元素大都会 的放映日期 主控就问他 是这样有什么关系呀 他说 穿着这些迪士尼的衣服的人 他们都是粉丝来的嘛 当然会知道 电影当时上映啦 因为电影 这次元素大都会 有中国配音员 所以很多人 如果是这套戏的粉丝 就会去支持的 但是因为元素大都会 他的逻辑 那些衣服 那些物品还没出的 他这些人要穿着 那些衣服 穿着先 其实呢 大家是不是开始很乱 大家不用乱 因为你是跟不到 那些逻辑的 不用跟的 是啊 你是跟不到的嘛 因为他意思是说 人才来的 他说 喂 那天是元素大都会 那些人如果是粉丝 就应该穿完 为什么会这么多人穿那些衣服呢 因为 那天元素大都会会上映的嘛 但元素大都会的衣服 这些人还没出的 而迪士尼是粉丝来的嘛 他们找迪士尼衣服 那这个他就回应主控呢 他们报的那些片段 说其实附近 不是很发觉 有人穿那些衣服啊 这个意思 那他说呢 当天呢 他 起床去厕所的时候 有警察便衣着着 问他为什么不尊重国歌 他就说 因为今天是元素大都会的上映日 而元素大都会的女主角 在中国的配音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为什么要支持美国帝国主义呢 而那些穿着迪士尼衣服的人 为了支持这个中国配音团 就进了去场馆支持中国队 所以我就不喜欢中国队和中国国歌 我就唱其他歌和没站起来 但是他说警员是抄不及 只是抄到最低的几句 我不喜欢中国队和中国国歌 警员其实叫他回家 他从洪磡搭出去河文池的时候呢 警察直到他回洪磡 就用侮辱国歌罪章去拘捕 好了 你看到这里呢 我真的不想讲得太长 最重要的就是跟着呢 他有个医生 医生证人 这个医生证人呢 是由他六岁的时候呢 就开始看他 OK 他亦都呢 因为他家人发觉 柏玉呢 这一排的情况 好像不是很稳定 所以呢 刚刚去看完医生 就是案发的时候 要医生 我想他从六岁开始 他当然是除了 也是医生 也是朋友 就是家庭医生 就开了一些药给他 因为他一定吃的 亦都确认了呢 其实他在案发和之前的几天 他是没有吃药 在法庭上也都问医生 如果没有吃药会怎样 是否会发癫 这样呢 医生就说呢 首先回应 拍了一些情绪上的说话 他说这个 是他 一向都是这样 如果不是需要看他 他一向都是这样想的 不奇怪 主要问 那是不是因为 你跟他有个感情关系 所以你会偏袒他 我不需要偏袒他 我讲我医学的常识 还有我观察 还有我个案子 他不吃药会不会很危险呢 不会的 不过他吃了药 就会容易控制到自己 譬如见到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都可能 不会有即时做一些 跟我们常人不同的反应 因为他不是低能的 他是制止病 或者角度的药 但是如果他不吃药的话 就可能他做出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控制到自己的反应 譬如 有国歌法在那里 你为什么在那里倒这样 好了 又有医生的报告 这个就是 喂 为什么要做案子呢 不是的 被我放到他 怕他就是 对吧 这个就是令人害怕的 我不是说什么 是制度 令到 其实 警察也有着情的 现在也有 去到这一刻 但是你敢不敢用他着情 现在社会氛围到这样 会不会有其他 的差人督灰呢 那你就真的浪费了很多资源了 你说会不会是他很聪明的人 在被捕之后 各有这样的故事出来呢 我不去作conclusion的 你们自己想 我认为真是不可能 好理直气壮 很有他的条理 就说这一件事出来 喂 其实简单来说 这是方向逻辑 真的是方向逻辑 你不需要跟他争拗的 不需要跟他争拗的 这个省的眼睛 真的是省的 那真的是 你说你的市民 担心话是怎样的 就真的是 就是这样的 而最可笑的就是 真的没有媒体 好像我们这样 去报导 我不要说用角度 喂 不要浪费社会资源 安领一下他 但是如果下次还是这样 那就执法 也都怀疑你父母 或者他是否真的有心去搞 拿着这张白卡 是不是呀 是这样的意思 好 休息一会